大家好,欢迎来到脑洞风暴冷知识 沉睡数千年,一醒天下惊 我觉得这句话放在三星堆文明身上 再合适不过,被称为全球第九大奇迹也是实至名归 让全球震惊的,不只是因为它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青铜制品 更是因为它扑速迷离的绅士 三星堆文明是何人所见?来自哪里? 三星堆文明为何消亡? 三星堆文明为何与华夏黄河文明格格不入? 可以说,三星堆遗址每出土一件东西 就在考古学家的脑袋里塞一个大大的问号 像是外星人的盲盒越挖越猛逼,越挖越心惊 最后把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给整不会了 为什么三星堆遗址从1929年挖到现在还没有弄力锁 就是因为考古学家挖一下,就要停下来捋一捋,缓一缓 拿现有的历史知识套一套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所以想考古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既然来源难考,我们不如迂回一下 先考古一下三星堆文明的去处 换句话说,三星堆人有没有后裔? 如果有,他们是谁?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 是的,三星堆人是有后裔的 而且,他们的后裔目前仍住在中国西南一带 关于三星堆文明为何消亡这个问题 一般猜测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巨大天灾 比如地震或大洪水 导致三星堆文明忽然消亡 但是,三星堆人并没有就此消亡 而是转移到别的地方 继续繁衍生息,最后形成一个民族 当然,三星堆文明消亡的具体原因只是猜测 不过,对于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来讲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存的哪个民族是三星堆人的后裔 或者说,渊源颇深的人 根据多方考证 中国西南的宜族人极有可能 其实我相信就是如此 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 宜族,原称宜族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认为宜字含有外来 排斥,比宜的意思才改为宜族 宜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 民族语言为宜语 属汉藏语系藏棉语族宜语之 由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六种方言 其中包括五个字方言 二十五个图语 宜族主要分布在滇、川、前、贵四省、区 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 主要聚集在楚雄、红河、梁山、碧杰、六盘水和安顺等地 梁山遗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遗族居居区 遗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根据遗文的记载 遗族的起源可能与川藏高原的古腔人有关 在现有的遗族文化中 一些服饰或器物与三星堆文明存在惊人的相似 这都可以佐证 现在的遗族与三星堆文明存在一脉相承 或渊源颇深的关系 下面是我寻找的一些资料 供大家一同探讨 一、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五幅太阳轮 从外形上来看 与遗族姑娘的引斗粒造型 或者遗族壁模的法貌非常相像 而不管是引斗粒还是壁模法貌 造型都与遗族的十月五行太阳粒有关 遗族十月五行太阳粒 把一年分为十个月 五个季节 土、铜、水、火 分别代表春、夏、种夏、秋、冬 每个季节72天 有两个月构成 所以一年就是360天 余下的五六天专门用来过年 相对遗族引斗粒与法貌 三星堆青铜太阳轮 好像更能代表十月五行太阳粒 外缘代表太阳 五条幅分别代表五个季节 二三星堆黄金全账 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中 可以看到三星堆文明有用权杖的习俗 代表着最高的宗教和世俗权利 其中 三星堆文明出土的这根长143厘米的金包木权杖 最具代表性 无独有偶 在四川梁山州博物馆也有一根权杖 青铜杜杜西工艺制作 铜杖通长134.8厘米 由九节直径相同的圆管组成 最顶部的圆管上是一个圆盘 圆盘上站着一只聚会高官翘尾的厨鸡 有鱼杖身满是英克的小鱼文 考古人员给了他一个形象的名字 鱼文立即首九节铜杖 九节铜杖与三星堆金杖一样 都代表着一种权利 而且九节铜杖上的那只神机 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机十分相似 重要的是 在现代遗族一些重大节日中 这样的神杖依然会出现 只不过铜杖变成了一根木杖 如图所示 在2017年四川梁山美菇羊毛节上 一场祭祀活动庄严而隆重地展开 几个闭魔双眼微闭 嘴里念着经文 它们的面前是一根插入地里的细长木杆 木杆顶部横架着一根短短的木棍 木棍上面站着一只熊啾啾的白色公鸡 在一族文化中 神机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元素 很多重要的祭祀活动中 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或在权杖顶端 或在餐桌盘中 三三星堆被毙 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累计出土了4600多枚贝壳 它们大小均匀 有的还经过了加工 可见每一枚贝壳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后来 专家们经过鉴定 这些贝壳主要有三种品类 数量最大的是虎斑贝 其次是卷壳贝 最少的是环文贝 不过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它们产于印度洋 有些学者据此说 这说明 古蜀国当时已经开辟了对外贸易的通道 而这些海贝 就是它们交易的货币 从考古发现来看 用海贝充当货币并不奇怪 在中原地区也曾出土过大量的海贝 比如 养韶文化遗址 商周遗址和甲湖遗址等 而且 中亚和欧洲的原始货币也是海贝 因此 对当时的古人来说 海贝算是最珍贵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说法靠不住 以我朴素的经济头脑 来考虑这件事 如果三星堆是本土文明 与远在海边的外族人进行贸易的话 会接受他们拿贝壳当前买自己的货物吗 除非三星堆文明本身就是使用贝壳当货币的 而三星堆是在内陆腹地 远离大海 却用贝壳当货币 那就很有可能 三星堆文明根本不属于本土文明 巧合的是 现代一族少女最常戴的耳饰 也是贝壳所致 以语称克职只有成年以后才能带银制耳饰 这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一个世代住在偏远山区的民族 喜欢的却是海洋里才有的东西 这说明了什么 四三星堆青铜人造型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人像中 很多都可以在现代一族人中找到对标的造型 比如这个扭头贵座铜人像 那一头飘逸的秀发 看起来如此清奇 看其造型 貌似正在施工做法 再看看现代一族男人的天菩萨法 你觉得有几分相似 还有这个缠头造型的青铜人像 与常见的一族老人放一起 你觉得是不是很神似 三星堆还出土过一个神似奥特曼的青铜小利人 就是这位 一仔细看谈他的帽子 像不像一族的英雄杰呢 再看另一个鸟生人面亲铜像 头上的帽子像不像现代一族女人戴的这种帽子 旁边那个羊角纹 不能说像了 根本就是现代一族女人服饰上常见的纹饰 还有最有名的三星堆青铜大利人 她的两手本来是握着什么的 一直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抱着一根象牙 有人说是抱着一条神蛇 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青铜大利人的身份是大祭祀 就相当于现代遗族人中的最高等级的帽魔 那么他手中应该拿什么呢 遗族帽魔的法器 常见的就是法善 法力 法灵 帽魔精 乌土 铅筒 从形状上来看 青铜大利人有没有可能一手执法上火法铅筒 一手执一卷 帽魔精呢 就像这个遗族大帽魔 五三星堆青铜虎 在三星堆不远的金沙遗址 被认为是宛于三星堆的继承文明 与三星堆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只青铜老虎 体型奇长 造型奇特 再看看遗族一处文化园门口的老虎铜像 看体型 纹路 你觉得有几分相像呢 遗族是个崇拜老虎的民族 所以在他们的文化中 有诸多老虎的形象 像遗族常见的鬼板绘画上 经常会出现老虎的形象 你看看他们画的这只老虎 是不是神似金沙遗址出土的这只青铜虎 六三星堆青铜面具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 有几个面具 也可以与遗族文化中的形象对比一下 其中 有一个虎头造型的面具 造型非常奇特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遗族文化中的虎头形象 像剪纸 祭祀时 戴的搓太极面具 就艺术夸张手法上来讲 是不是感觉这两者如出一辙呢 再看另一副出土的青铜面具 也对比一下遗族的减纸形象与面具 二者的神情上有没有相似点呢 七三星堆青铜神术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 最夺人眼球的 莫过于这尊高达四米的青铜神术了 经过我的多方查证 这尊青铜神术的各个元素 也都可以从现存的遗族文化中 找到对标之物 首先 神术本身 遗族人本身就有祭神术的习俗 有一个重大的节日 就叫祭神术节 有些地方的遗族还会插神术 把自家做的一棵神术插进土中膜拜 这棵树被打扮得 有点像是欧美国家的圣诞树 而且 遗族还有扎草藕的习俗 有些草藕就扎成神术的样子 用来祭拜神灵 草藕如土所示 再者 三星堆青铜神术上有象鹰一样的鸟 这点也可以对标遗族的鹰图腾 在遗族神话中 鹰式遗族祖先的化身 所以 遗族人做法事的时候 常会用鹰爪来作为驱逐妖魔鬼怪的法器 遗族人还脑洞大开 做出了以鹰爪为族的高足碑 因鹰爪难得而显得格外名贵 只会用来承久款待远方的冰棚 同样的 三星堆也出土了一款鸟族神像 其造型之奇特 也是让人脑洞大开 遗族人还喜欢在生活器物上 画上它们的鹰图腾 比如这只漆漆盘子 不过 我怎么感觉这只鹰的形象 与埃及国旗上的 那只如此相像呢 再联想一下 遗族人的红黄黑三色崇拜 想象一下古埃及的红白黑三色崇拜 要说这两者没有一点关联 我是不信的 八三星堆青铜 龙柱形器 与黄河文明一样 三星堆文明同样有龙的文化 出土的青铜龙柱形器 自出土一世 就转足了眼球 明明是一条龙 却长着两只羊角 其萌萌的样子 像极了表情包 就其艺术创作风格来讲 与遗族画龙的风格一致 在一本遗族闭魔镜的封面上 我看到的遗族龙是这样子的 对照一下青铜龙柱形器 感觉如何呢 再看一下遗族闭魔的法骨锤 长这样 那两只显眼的羊角 是不是与青铜龙柱形器的羊角一脉相成 九三星堆文字符号 三星堆一直显示至今 出土的文字可谓少之又少 只发现了七个四符号又四文字的元素 这七个文字还没有被破解 不过对照一下古一文 真有点像 我很疑惑 为什么三星堆青铜技术如此发达 却没有文字流传下来呢 如果遗族人是三星堆文明的后裔 为什么遗族人却没有三星堆文明的民族记忆呢 也许只有一种可能 古一文是在三星堆文明之后才出现的 只有文字才能把一个族群的历史 沉淀成共同的族群记忆 同样 华夏的汉字历史中 同样找不到有关三星堆的记载 而汉字据传为皇帝时期的苍结所造 那么是不是说明 三星堆更早于皇帝时期呢 看到网上有人说 三星堆有可能属于下商文明 这从时间上就说不过去啊 下次做个视频 再慢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十三星堆玉牙章 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章 是用来祭拜神灵的 从其出土的贵姿青铜人即可看出 在遗族闭魔的法器中 有个遗族称为乌土的牵筒 其形状与玉牙章非常之像 同样都是顶端插开 如张开的蛇口一样 十一 三星堆金沙蛙型金箔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金箔 其中一款神似青蛙 也可能是蝉雏 我看到金箔上面有疙瘩 可能就是 这是不是可以对标遗族人的神蛙呢 遗族人崇拜青蛙 是出于一种生殖崇拜 好吧 真没有哪个物种生殖 如青蛙一样厉害 遗族的神蛙 我只找到一个图片 长这样 你们看看像不像 十二三星堆青铜人物的耳洞 我发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 几乎每人的耳朵上都有耳洞 甚至部分青铜面具上都有耳洞 这是个奇特的现象 据我所知 梁山州遗族男性 都有打耳洞的习俗 不得不说 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最后 我们再看看遗族人的相貌 即使历经几千年的遗族童话 大部分人的脸上 还是有相当明显的遗族特征 瘦脸 黑发 高鼻 大眼 如果说 他们的先祖来自古埃及 或是古犹太地区 至少从样貌上来讲 是说得过去的 关于三星对文明为何消亡 我们前面说过 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 据 据 西南一帜 记载 古一族人曾长期生活在明江流域 算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居民之一 后来明江流域突发大洪水 古一族人世代 生存的家园 突然变成了千里泽国 无奈 古一族人只能背井离乡 一路迁徙 来到山区地势高的地方 定居了下来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说法 认为三星对人的消失时间很短 有些青铜器疑似是在匆忙中被埋入地下的 而西南一帜 中关于大洪水的说法 似乎能解释这一现象 如果一族是三星对人的后裔 那么再往前推 三星对人又是哪里来的呢 国内学术界目前普通认为 一族源于古腔人 如果说一族是三星对人后裔成立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三星对人也是源于古腔人 那古腔人又是源自哪里呢 腔族人有一种鞋子叫云云鞋 是两头翘的船的样子 上面还绣有波浪 这明显是生活在海边的痕迹 腔族人还有红白两色的崇拜 这与古埃及的红白色崇拜有关联吗 腔族的石头文化 以及挖洞遥葬的习俗 又很像是犹太文化的继承 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爷爷亚伯拉罕 就是玄关这一传统的开创者 十九世纪初 在川西的腔族 生活了四十年的英国传教士 陶然是说腔族山区 就像巴勒斯塔或中东 因为建筑是如此的相似 平顶石头房和高塔 让人联想起这样形式的房子 从小亚西亚 跨越北印度和中亚 再从甘肃到达华西的传播路径 最后于1939年出了一本书 叫《犹太人的移民》 以色列人在中国 说腔族人就是古犹太移民 腔族人认为 炎帝是他们的祖先 不是皇帝 传说中 炎帝部落崇拜太阳 这与古埃及是一致的 炎帝所带王冠为尖锥 这不是埃及法老的王冠样式吗 远去的历史 已如沉烟般消散在风中 留下太多未解的谜团 一个人倾其一生 去研究去探索 也未必能亏报一般 但那又如何呢 像胡适说的 说什么 血海无涯 近一寸有近一寸的欢喜 哪怕我所做的一切 最后证明有用的 只是这种放飞思想的学术思路 就足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个视频 我们探讨一下古腔人 源自哪里 与夏朝有没有关系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